《天氣報告》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這次《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凜 受到高空擾動影響 預計香港今天是簡中猶豫的天氣 大家出門的時候 記得要帶一把遮在身 至於詳細的天氣方面 可以看看雷達圖像 在雷達圖像我們看到 一些藍藍綠的雨區正在影響珠江口附近 至於預覽紀錄方面 今早天文台在新界的西北部 以及在大嶼山 都錄得超過五毫米的雨量紀錄 大範圍的衛星圖像顯示 和高空擾動相關的一度廣闊運雨帶 只是覆蓋在華南和南海北部一帶 我們預計未來一兩天 那區仍然會受到這度的運雨帶影響 在未來一兩天 廣東沿岸地區的天氣不穩定 還有機會出現一些大雨 大家要留意 至於溫度方面 今早各區的最低氣溫 普遍介乎在七度至十度之間 寒冷天氣警告仍然生效 自己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 預計今天是密雲 間中有雨 初時的天氣寒冷 風勢方面 初時是吹黃溫至清淨的偏北風 稍後我們會轉吹偏東風 而氣溫亦會逐漸回升 最高的氣溫會去到十五度 另外我們預計今晚還會有幾陣薄霧 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未來一兩天 我們的天氣會不穩定 有時雨勢還會有幾大 大家要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氣預測 這一節的天氣就說到這裡 再見